模擬 然後回過頭來再來讓國中去做一些打擊演練 然後讓高中能夠繼續完成他的一個戰略戰術的一個配合 然後等一下我會讓國中也跟高中加入進來做守備練習 那目前是第三位投手在做工房演練 大家覺得投手下場了嗎? 對,這第三位投手 所以就讓投手這樣子模擬作戰來做練習 我主要還是比較強調說比賽有那種默契演練 個人技術有時候回過頭來量多的一個加強修正動作 比較欠缺的資源是什麼?場地 場地我覺得其實是最大因素 其他器材的一些添購 這一年來添購了不少 對,因為免治生學跟優質高中也補助了我們學校 補助我們體育班一些經費 讓各項目各校隊來添購一些器材 比賽用具這樣子 所以目前... 對,那你最大問題是場地了 對對對 這樣子才可以每天能夠有一些... 你要說小八這個部分可不可以怎麼解決 小八... 你們都是會補一點半還是練嗎?集合 看... 如果早上有安排層間練習的話 我們下午就會讓他們睡到一點半 然後出來準備一些器材 接近兩點才開始練習 那如果說早上沒有安排層間練習的話 我們層間練習是... 高中是六點半到七點半 有時候會到七點四十 那國中是七點到八點 到升級以前 那有一些國中班級 老師是同意他們不用參加升級 所以他們... 升級以後... 升級的時候就收起來 準備... 第一節課的一個... 上課這樣子 那如果有... 沒有成練的話 我們是... 五歲起來 一點零五... 五歲起來 就準備器材到一點半 所以你看... 要去河淳那... 大概要十五公里 要有小八在嗎? 小八在的話... 是... 如果要出去... 小八... 可能要分兩次了耶 不然就是要有協助 大八... 大八一歲就可以了 大八又很難... 有...有大八這種車嗎? 有啊... 像我們的校車那樣也是... 都是這樣嘛... 一般... 學校都有校車啦 我們是因為沒有校車 那是都租的啦... 租時段的... 租的話... 租的話... 那啦... 那個場所隨時去都可以進去 還是要申請? 現在體育廠它那邊... 是... 計畫讓我們... 過去使用管理啦... 這樣喔? 那... 主要是... 周邊場地維護 能夠做好來... 就可以了 阿... 所以你媽要在整理啦喔 阿... 整理場地... 維護那是應該的啦 出典禮維護是可以啦... 阿... 如果說要維修什麼的... 要我們學生... 就... 就比較難一點 對... 出典禮可以啦... 出典禮是應該的 對啊... 各位網友... 你現在聽到的是... 台南市土城高國中的... 快速女賴球隊... 教練... 手教練... 喔... 是... 跟那個... 所有的... 全世界的網友... 結合一下... 網友齁... 對... 各位網友... 大家好齁... 那... 大家都是運動的愛好者... 阿... 有興趣可以一起來參與啦... 阿...也歡迎到我們土城高中啦... 一起... 呃... 打打壘球... 對... 那就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